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作者 他读到了2011年联合国粮食权利的这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它的内容就会很重要了 那是不是先请郭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他这个报告内容主要是什么 是 这个报告者叫做Olivier de Souter教授 他是比利时人 那么他这几年提出来的这个报告 基本上他认为我们全球的这个粮食系统 应该从冠型农业把它转到这个有机生态农法 那么从这个企业化的这个农耕 转到这个小型或者这个家庭农场 那么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食物系统 转到在地食物系统 所以其实在这个报告里头 都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目前现行的制度 是没有办法去喂饱现在所有的人口 甚至于是2050年的90亿 那也是在这个报告中显示说 也许我们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在这个报告 其实就是要走遍全球去 去看每一个地方的做法 然后去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知道买买是您自己也是花了407天 走遍全球去观察每个地方这个小农的做法 那我想看完之后应该也是很有感觉 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 看完这些地方之后再回到这个土地 你会觉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看完之后觉得台湾变成一个有机岛 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 听到这句话好开心 觉得台湾就是因为小 所以我们不会像美国或加拿大一样 有机会变成一个这么大的惯性的面积 是 对然后我们因为小儿 有点像因祸得福 那台湾的物种的多元性 其实真的是比其他国家丰富很多 比如说我在中东 他们能同一个时间 能够产出来的东西真的超少的 真的是 对就是可能就是六七种菜 你每天就吃那六七种菜 我们的蔬菜水果超级丰富 对我们的蔬菜水果超级丰富 所以我们要朝多元性的走法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就是看我们的政策 还有我们的生产者还有消费者 怎么样一起往这个方向走 是 那我想我们现在思考要改变 就是因为看到目前的惯性农法 对我们的土地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 那可能一般人会对于惯性农法 就会觉得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做 好像感受性不强 我想要谈到有机农业之前 就要对于惯性农法 它对于我们土地会有哪些伤害 它是怎么样引发了这个粮食危机 环境危机 甚至于生态危机 先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那可不可以请郭老师 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是 我们全世界 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那么化学的农药跟肥料 就普遍使用 那么用了这个五六十年 现在可以说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土壤都已经很不健康 我们甚至可以说 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 叫做加护病房式的农业 听起来好惨 加护病房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氧气管 一个卫士管 任何一个管拿掉 这个病人就走了 那我们现在农业也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的土地 已经是到了一个 要进加护病房的程度吗 是 已经进加护病房 为什么 因为过去 例如说一百年前 我们的土地 它会自己照顾自己 能够有很多的免费的长工 帮我们制造肥料 那么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因为被这个化学肥料 跟农药给这个摧残 就像是可能一些微生物 或者是一些蚯蚓昆虫等等 是 所以现在假设 没有化学肥料的话 那么农作物的生产 大概非常糟糕 大概三四成而已 那么你即使有三四成的产量 那么你没有农药 大概全部都被坏虫给吃光 所以这个叫做 加护病房式的农业 所以这是全世界的状况 就都是这样吗 那就我们自己 台湾是不是有一些 更特别的一些状况呢 当然有 我们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 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 不太愿意回到乡村去经营农业 那么现在经营农业的人 普遍都是年纪很大 那再过二十年 可能就没有人帮我们 就凋零了 对 没有人帮我们这个耕种了 第二个 农地每一年都流失掉了 被征收去当什么工业区 科学园区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讲的 这个农地已经死掉了 大概有这样子的这个问题 是 所以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如果全民对于台湾农业的状况 没有一些思考 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满满是你自己 实地的这种田野调查 那你自己亲眼看到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郭老师讲到 现在没有年轻人要腰务农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台湾的粮食 长期以来都处于一个 非常低价的状态 就是我们看国外的进口的食物 比如说他们的能源 或者说他们进口的玉米小麦 不停地长 可是有没有发现台湾粮食 好像没有什么长过 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 我们的稻米 其实没有什么长过 就是我们已经长久以来 习惯那样子 就是用那么低价的方式 去买农夫很用心生产出来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农夫养不起第二代 那在这几年我也看到说 大家开始慢慢关心这个议题 然后有一些农夫 有些青年农夫回来 然后他们使用 比较友善环境的方式 就是他们是秉持着一股信念 然后使用友善环境的方式 那我也看到了一些改变 对 比如说我们 前几天才去拜访一个 他在山上用很自然方式 种田的一个年轻的农夫 那现在是萤火虫季节 对 是 就是他那边的萤火虫 是像银河掉到地上来 这我一定要问看看 这是在哪里 那我觉得现在的都市人 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农田 是 那你没有办法去看说 以前50年前的农田 跟50年后的农田 有什么差别 以前萤火虫就这么多 那现在因为我们用了很多 化学的东西 所以大部分农田 已经看不到这个了 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 我们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用 友善环境的跟踪方式 是 而且我想当你在去跟农夫接触的时候 你可以实际感受到 他们对于土地的那份情感 这是不是也就是 你想要成立这个 直接跟农夫买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你自己的感动 可以让更多人也可以去感受到 对啊 其实他们的理念是台湾人 现在最需要的理念 是 然后他们的信念都非常伟大 可是他们都是最默默隐藏在角落的一群人 就没有人知道他们 然后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知道卖去哪里 因为他们可能转型了这样子比较友善的方式 可是因为台湾过去还是 大部分还是进拍卖市场 对 大家还是习惯去什么超级市场买东西 是 是 是 然后因为他们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 它的人力成本 是 会比较高 那他如果进比如说一般的市场 其实会没有办法让他们活下去的 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好重要 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放在这个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 而且当我们去了解他用什么方式来种 种东西的时候 种蔬菜或者是水果之后 我们对于那样子的产品 我们会有感情 我们可能在吃它的时候 心情也会不一样 那就像我们这个在纪录片里头 也告诉了我们很多有机耕种的方法 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说除了惯性农法 我们是有非常多可能的 那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墨西哥的这个米帕机制 它在同样一个田里面 又有种豆类 又有种玉米 又有瓜类 然后每一个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但保护了土壤 而且也让这个土地有足够的肥料的供给 那其实这样子的做法 似乎感觉好像在小学后的乡下 是有看到的 那是不是可以请郭老师来跟我们 介绍一下这个做法 是 这个做法 有人称为是他们印第安人的 三姐妹的这个种法 三种种在一起 好可爱 三姐妹 是 那么其实我们原住民 例如说卢凯族 他们一个田 可以种十种以上的农作物 混种在一起 到现在还是在这么经历 所以那个田基本上 就是他们家的超级市场 对 没有错 他们根本就不用仰爱这个外面 是啊 当然搬的我们平地 以这个种出来要做买卖的这个立场 那么它是目前是比较困难 因为采收就没有办法用机械去采收了 所以复合近代的这个经营系统 那么其实有比较变通的办法 也是两三种的作物种在一个田 但是是一行一行的种 这样就比较容易用机械去收割 对 可是这样子我会感觉有一个问题 就好像米帕这边说到的 它的这个玉米梗 可以让那个瓜的瓜藤 或者是豆子的藤可以来去攀爬 那如果在隔壁可能就攀不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可以选其他的农作物 就是选不同的三姐妹 让他住在这个农田里面 那刚刚郭老师你有提到一个 原住民他们的做法 就是说他可能在一个田里面 种十样蔬菜 那可能就某种程度来讲 他自己等于自己就具备了一个 超市在他家一样 所以有机农业 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是一个自己自足的精神 那如果每一个家家户 都有一个他小小的有机农业 似乎也是一个有机农业 他可以发展的方向 理想上当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因为考虑到 现在社会分工 有不少的人他是没有物农的 所以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农人 那么生产出来不是单纯为自己 而是要供应到都市方面去的 那另外相对于米帕的耕种 在美国他们就有一个 就是有谈到一个三重的基因改良 那其实基因改良就是 大概就是希望能够抵抗病虫害 或者是抵抗一些病菌的感染 那基因改良 现在我们一直有相当多的 检讨跟讨论 那这样这三重的基因改良 它对于这个环境 或者是对于我们健康 它最主要会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 现在的精灵告诉我们 它对环境 对这个动物的健康 对人的健康 甚至于对这个小龙的生计 都有相当不好的影响 是 例如说美国的这个斑蝶 大迁徙到这个墨西哥 现在都已经不见了 因为这个帝王斑蝶 它的食物就是玛丽金 这种杂草 那但是这个玛丽金 已经被这个基改作物 种太多了 喷太多的除草剂 所以玛丽金全部都没了 食物没有了 当然这个帝王斑蝶 就减少很多 那对这个动物 甚至于对人类的影响 那也是最近这几年 南美洲有很多的这个小龙 跟影住民 因为被迫这个让出土地 让出森林 种大规模的种基改的这个黄豆 喷太多的这个除草剂 所以他们小孩子呢 有很多都长七星了 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基因改造 或者是喷很多的农药跟肥料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 大规模的耕作 然后可以让我们有便宜的食物 可以用 那在影片他举出来的 就是墨西哥玉米的例子 那我们其实对一般的消费者 直觉上就会觉得 因为如果主要粮食的价格降低 不是很好吗 那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话 或者是我们去市场买东西 价格会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的决定因素 那想请教买买式的就是 当我们用价格来决定 我们的采购行为的时候 价格低 我们真的有买到好东西吗 我自己观察到 如果价格低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压缩农人的生产空间 就是说我们现在希望农夫转往 有机耕种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农夫他 比如说水稻田 他现在要从惯性转到有机 因为我们过去50年 已经把那土地弄坏了 那他在转型的过程中 他可能他的产量会下降 比如说下降四成 然后他要付出的 的人力成本又更高 因为他不用化学农药 那这样他的势必 他的价格一定要往上提升 才有办法符合他的收入 那如果我们不改变 这个消费习惯的话 其实农人是很难转型过去的 的确 对 所以我觉得有机 今天我们要变成一个有机 或是一个生态农业 不只是农夫的责任 我觉得可能现在整个社会环境 会觉得好像是农夫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消费心态不改变 他就是永远转不过去 我补充一下 妈妈是刚刚讲 这个价格的问题讲得很好 当然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买到便宜的 这一个又好的食物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因为长期粮食的价格被压低了 所以农民就没什么赚头 其他物价都涨 但是就是粮食的这个价格 没有上升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太愿意 留在农村的最大的原因 因为务农没有赚钱 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政府要长期压低粮食价格 其实他最后面图利的就是大老板 因为大老板就有借口 因为粮价都很平稳 所以工资就不给你提 那你假设我们现在整个体制改变 让大老板不要赚那么多钱 你少赚一点点 你把一般的薪资提升 那么一般的人 他就可以买得起比较贵的农产品 那农民就比较有好的收入 年轻人就愿意回到农村 这样子对整体大家都有好处 是 所以郭老师真的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有些都是我们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 好像我可以买比较便宜的东西 其实我真的是可能是拿我们家 自己整个薪水下去去做牺牲 所以真的一个合理的粮食价格 它不仅是确保我们一个食物的品质 其实也是确保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那所以这个有机农业实在太重要 我们要多花精神来去做了解 那另外提到一个 马拉威他在政府推行的一个农民混重 就非常好玩 本来他一开始只是想说 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减少森林被烂啃 后来没想到当农林混重之后 不仅是整个土壤的土质 可以有大树可以帮忙去抓住 而且他还有这种肥料树的功能 可以让这个土壤更加的一个肥沃 那我们台湾也是树很多的地方 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子 是对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好的 那这样子的方式 是我们也可能在台湾考虑来采用吗 我们台湾林物局是有在做这一方面的推广 不过他推广的方向跟我们这个影片看的是不太一样的 例如说他在澎湖就推荐用这个种树木来当防风林 这个当然也算是龙林奋作的一部分 或者是说在这个比较边坡地 比较这个生态敏感的地方 除了种农作物以外 还要种种树木 那甚至于这个山坡地 这个果树不是要回收吗 那现在政策就比较软滑一点 就鼓励他们兼做一点点这个树木 那不过山坡地种果树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在这个影片 他其实他教导农民的农民奋作是 把这个能够固定空气中淡树的这种树种 种在田里面 直接种在田里面 那这个树农你不能够让它长太高 因为长太高就会遮阴 所以它是作法就是 你长一点点就把它砍掉 树叶砍掉 它就埋在这个土壤里面 或盖在这个土壤里面 这样减少 它是个肥料的作法 是 才是这个片子讲的龙林奋作 是一般的农田都可以采用的方法 其实我们谈到很多有机农法的可能性 而且对我们的土地 对我们的环境 或者是产物的品质 其实都是更好的 可是就像刚刚买买事您提到的 当盥形农法转成有机农法的过程中 会有几年很痛苦的这个时间 是需要大家帮忙 然后共同去克服的 那我想你在跟农夫接触的时候 应该就会特别有这个感触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啊 就是我认识很多农友 他们在转型 我都觉得他们是 一种修行家的身份走过来的 像我认识种水蜜桃的 一个很年轻的农夫 然后他本来是在太鲁阁 种了四年的水蜜桃 那太鲁阁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会是猕猴来吃 然后果园就搬家到平地 在花莲瑞穗那边 然后因为水蜜桃这种植物 就是它要花三年 它是果树 那最后才结果 那结果呢 它种出来之后 变成换松鼠来吃 但是因为它用很自然的方式 所以它不用往事 也不用 就是它不会覆盖任何东西 所以就是在一个 没有抵抗下的状况下 它的果园就变成一个 那个动物园啊 是 就是大自然的冰箱这样子 所以我有时候看它的Facebook 我看有时候 就又好笑又心疼 真的 它就说 为什么那些松鼠不去吃槟榔 要来吃 因为旁边都是槟榔 它种得太好吃了 对 为什么要来吃我水蜜桃 那比如说它水蜜桃 就那一年就收个两三千颗 那松鼠就吃掉三百多颗 天啊 对啊 而且它们还很会挑挑好的吃呢 对 它们挑好的吃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就想说 那它在现场放一些其他 它也很甜的水果 可是其实动物很聪明 它就会去挑最健康又最好吃的 那就是它种的东西 所以我们以后看到有机的这个农产品 上面有动物吃过的 其实那是动物挑过的好东西 我们才特别要买 没错 所以就是说 它这样子转型的过程中 如果消费者能够去看到它的理念 就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超级市场上货架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像机器产出来的东西 我们知道说这个农人背后有这么多的理念 那我想我们就可以用价值去衡量 而不是只是用价格去衡量 这就是我们的消费行为 的确是 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还是要去看看说 有机农法跟冠型农法的一个比较 那在今天的这个纪录片的最后 看到一个科学的实验就让人家非常的振奋 那一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针对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农作物来去做比较 比较了三十年之后 发现这个冠型农法跟有机农法在产量上 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可是发挥的效益非常好 有机农法可以减少百分之四十五的能源消耗 可以减少百分之四十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旱灾发生的时候 它的产量还是更好的 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郭老师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谈谈 是 这个为什么旱灾的时候 反而有机会比这个冠型好 那最主要是这个冠型农业呢 因为这个适用化学肥料 所以土壤的有机质就不见了 没有有机质的这个土壤呢 这个片中也告诉我们 它保水能力就变差了 所以在缺水的那一年呢 它的产量当然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片子呢告诉我们 因为一般的这个农业学者 都认为台湾没有办法来做有机农业 产量太低了 实际上只要你时间够呢 那么等到土壤的我们免费的长工 这些好朋友都回来以后 那么这个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提高产量的这个农法 所以不用怕说将来这个有机农业不能够喂饱我们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来跟我们分享 我想光看这个影片就让我们很振奋了 在你们两位的分享之下 知道说我们对于有机农业其实可以有更正面的期待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愿不愿意在时间上跟在金钱上 可以给这些有理想的农民一些空间 愿意好好等我们的地力恢复 然后愿意为了我们的健康在食物上头做多一点的付出 看到货架上的不要再想觉得它是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 这每一个都是农夫的宝贝 我们能够付钱在价值上面而不是在价格上面 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消费者都应该要去承担起来的义务 那再次感谢两位感恩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正词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